來看八月車的腳路風太迴南 這個貨水是吞打南道館 全館都有三十間學校受孫海 很多學校目前都回到春秋 希望會好後禮拜開學 教育廚也已經建立到中央五千萬的經費 如果保理的收成糕是落下去 官府已經向中央 拿出兩億五千萬的改建計位 要解決當地民眾出執要寫橫路的問題 系統蓋板學校先勾置 把它先補上去 那當然我們也會注意到 未來的大雨的情形 也不會有大量在漏水的一個情形 地上也早就清除完成 也等待著下個禮拜的一個開選 包括人愛國中在來 南道總管有三十間好好修衷 教育廚用中央建築 目前已經在到九幼部六百二十萬 進去儲蓄費用 跟公共工程委員會 四千六百八十七萬 中間工程建費 解決百水不良重重的問題 是積水啦 設施設備壞掉啦 等等有做一些緊急搶修 總共有六百二十萬 花比較多的時間去復建的工程 譬如說補款壞掉了 排水設施要做 大概總共有七個學校八個項目 日本空三年形建的保理燈修生橋 因為那時每天開水中起來 全壞的橋燈下含二十公分 造成革命嚴重變形 到達郵安峰起來緊急通行 當地農民文書農產都要洗腦 要到對方愛家出一兩步的時間 像他們這裡出入的就要從 劉民橋那裡了 就是上面下來的 他們也造成很多不便啦 只是希望說政府趕快修復啦 對於做橋樑需要改建 那改建我們會報 那個公共工程委員會的 再修部件工程 那我們資料也已經送出去了 南道館公務處表時 在後已經向公共工程委員會 已經出兩億五千萬改建建費 包括設定不是替代的路在來 但中央設定後的政行幾歲 有夠最快兩年來完工 現在就有完需要洗腦 請其名跟用路人配合體力 記者總合法